因为我觉得奥边很喜欢 把一些有的没有的搬回家 有的没有的 什么 说一说 大家好 我是Lio 有没有觉得我背后的场景似曾相似 因为我们之前来这里做过访问 这里就是林里邦的拍摄现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Let's go 我们现在就是在林里邦的主拍摄现场 就叫做林里邦 然后我们有这间店的老板 老板 你是老板吗 对 其实是我家 其实我在这边花的时间多过在家 那可不可以请Alvin介绍一下 你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叫做李小凤 大家都叫我猫哥 其实 他就像一条猫有九条命 他就是之前做过老马 然后出狱过后他想要开一个二手店 然后他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 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你觉得他的人格魅力是哪一点 特别吸引你的吗 特别吸引我 我觉得就是那个腹黑的部分 腹黑反而你喜欢 所以就是可以有时坏坏地耍一些心机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Jean 然后在戏里面是饰演钟艺元 是 这个角色他是从小不喜欢读书 他也是面恶心善 头脑比较简单的一个角色 对 所以比较很好玩的一个角色 看得出来 就是从你这件衣服 看得出什么 头脑简单 面恶心善 好 好 这个角色他远速很快 所以我一开始是有点抓不到 所以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方式 去适应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有自信 他会不会是那种讲话很急很快 然后台词又很长的那种 也算是 我觉得他可爱讲话 而且他讲话就有占英语跟华语 我希望大家不听到 BZ来ABC还是ABC的 你就会想到我综艺元这个角色 在戏里我饰演Sophie这个角色 他就是跟我现在穿着打扮就一样 整个感觉就非常的热情活泼 他就是一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比较会说话 对不对在这里 对 所以我的整个情绪气氛 都是要比每个人还要来得高 拍场受剧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你可能投入角色的时间也很长 对我来说 现在的我已经是真正的Sophie 出去跟朋友碰面的时候 朋友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间这么嗨 也有好处是 可能跟演员之间的感情也会比较融洽 因为我们就是每一天见面的时间 多于见家人的时间 Sophie里面我是一个店员 那既然你有过两个老板 一个是Page还有一个瑞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 谁的咖啡泡得比较好喝 这个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当然是我们的Page姐姐 大家都有喝过她泡的咖啡 老板娘 今天要什么招牌的 这个菜单都在这里 然后当然你可以看我们的版 我们的版有不同的 好像计划设计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蔡奇惠 欢迎你来玩我们的Sophie 想问一下就是Page的话 在这部戏里面 你的角色是叫包情天 是的 所以你就是这间店的老板娘吗 其实一开始是我的表姐 就是瑞人饰演的那个静雯 她的店来的 然后过了四十集我将会接管 中间有很多故事 非常精彩 非常有趣的 那时候就是我们正式拍摄的时候 我们就到了这里 我们刚到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地印象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太像真的咖啡了 所以你不讲的话 我以为这个前身就是卖咖啡 你们只是租了 不是 前身不是 她前身是Page Shop来的 可不可以带我们来参观一下你的店 随便看看 有分区什么放在哪里了 好 所以现在是一个Christmas setting 好 这个 这个 光碟播放机 这个 这个是最抢眼的 原本是在正中央的 所以是我们的正店之宝 这个很特别 对 那我们之前就会开玩笑 说我们Covid游戏 不是要戴面膜 这个戴着就应该非常地安全 因为我觉得Alvin很喜欢把一些有的没有的 搬回家 有的没有的 什么 因为我看够懂 就你们马上再把东西带回来 他就不要让你回家了 不是吗 不是 她说要搬走 她搬走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说 你想要带回家的 有一个人就是说 我说我拍完后这个可以送我吗 带回家 对 你觉得妈妈对这个会有什么意见 会有很大的意见 我们这部剧《特别之处》 就是有很多CAMEO的一些演员 多到我数不清 老实说 可是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郑环吧 因为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她了 而且我之前就是常常跟她合作 有三四部戏都是跟她合作的 而且她第一部《处女作》就是跟我合作的 她第一次先给你 是的 所以这次她回来 其实那个感觉很奇怪 因为看到她的Instagram 知道她已经为人妇了吧 我感觉像以为她已经成熟了 变成一个很男人的一个男人了 结果 结果呢 《千环》没有什么改变呢 所以跟十多年前我认识的郑环 还是一样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对 对 因为你最近才回来的 是不是 是的 回到新加坡 我们其实还蛮好奇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荣幸 可以请你来到林里邦客串一个角色 其实也是我的荣幸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然后跟监制有聊天 聊着聊着就说 正好来客串两集吧 好 没问题 就这样就来了 你现在在这部剧里面的话 主要是饰演什么角色 我是Page的前男朋友 对 其实几集的戏都围绕着 我从美国回来 然后我又想跟她重新在一起 可是呢 我的做法确实是有点浮夸 其实我好像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角色 没有 对 我来说是第一次 挺好玩的 就是两个字总结嘛 就是渣男 其实我真的很难得有机会演渣男 就是他刚访问的时候有说到 他说你真的是从第一次合作 到现在完全没有变 还是如此的老实 忠厚 善良 绵甸 不太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部剧里面 有很多演员出现 就可能出现一下一下 我其实也有出现一下 有吗 你是讲真的在开玩笑 真的 你是讲真的 好 我演的是那个向云姐的 向云姐有出 我都不懂 真的有很多人 你有遇到谁吗 之前我一直都想跟阿姐 惠姐合作 所以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跟她合作了 她是从泰国来的 然后她是一个贵族 她每次都看不起我这个角色 她冒一个低速 不过她如何好 很照顾 下一次如果有机会跟她合作的话 你会想要跟她一起演什么吗 我就希望她不会是 我一直一直看着我这种低速 只要不要是这样子的角色就好了 其他的你都可以 这个衣服很可爱 这是戏中的角色的衣服 对不对 是 所以我在戏里 我的衣服全部都是很颜色的 所以如果你在灵里 你家附近走的话 你也会穿成那样 比较有风格 还是说你是可以蓝白脱 这种脱鞋的矿裤出去的 那是要看去到哪里 你知道每一次 当你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都会遇到熟悉的人 当你撞到很好看的时候 就没有遇到你朋友了 所以这么巧的 就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 你就想说我今天不要遇到跟谁 我就是很丑 很邪遢 然后结果走出去 有点懒惰 结果 哈啰 这样 因为怎么说平时已经 化妆 做造型 已经有一点累了 所以如果出去的话 我尽量都会就是低调 因为有一些艺人 可能他会比较有偶像包袱 他可能就觉得说 就尽量不要就是 的确有一点 我通常会就大衣什么出去的 我怕人家不认得 有毛的那种 所以一定要穿到很好看 然后人家会 哎呀 我怎么是他 是啊 然后又变得轻一点 变得轻一点 变得轻一点 没有 通常就其实还蛮 穿得很蛮随便的 就T恤和帽子 拖鞋 其实应该注意一下形象 最常去的就是舒适中心吧 因为都是打包回家 我在那里已经就是差不多 对 每一个小胖我都认识 化妆的话 我就不戴帽子 我就很自然地在 很漂亮 走过去 没有 我刚笑了 舒适中心走来走去 然后大家看到我就 蔡希惠 我就从A 点A走到点B都这样 感觉上好像是 训练的人节目 有没有 我是在电屋长大的 电屋 然后在更早的时候 前三年我是在甘邦 所以你问我就问对了 真的是甘邦 完全是领你帮 所以才会做帮主吗 原来你是有这个背景 他们要查过的 有背景的 要查过的 不过我就搬家搬去电屋 然后那时候跟弟弟妹妹 我们就好像到处 就好像小混混这样 到处一辆脚车 然后到处骑 所以人家看到我们应该 就那三个小腿就来翻我们 大家想要看这部剧的话 可以特别期待一些什么 就是刚才说了很多CAMEO演员 可能有些演员是 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在 我们的荧幕上见过了 这部戏都会把每个演员的 那个喜感给勾出来 可能你看的时候会觉得 没有想到这位演员有这一面 这部戏是很有邻里精神 然后非常温馨 这是最靠近我们生活的一部戏 我觉得这部戏是一个 比较轻松 一个快乐的一部戏 所以希望这部戏播出的时候 大家能够回到家 跟我们一起愉快地过每一天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